好,本土,河外 对了,不是很威猛 今天是星期四来的 为什么会组了六一字节目呢? 因为其实都累积了一大堆事件 本来我们都想找哥顿明天来的 星期五 但哥顿就说 临时发觉原来曾俊华星要在户外 因为明天可能我们的安排都不是太清楚了 今天先錄下 因为要骂什么人呢? 骂肖若元 因为肖若元说他 真的同情 梁天琦,黄台仰 三五千万,难道共产党给他吗? 我想问,你怎么知道没有? 怎么知道没有?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这么同情 为什么你不像你儿子 同情侧境家人 你又捐20万出来啊? 为什么你不捐啊? 是不是大西超啊? 老实说,你老蕭这些话语权都已经破产了 你还说什么呢? 你老蕭子 你在说同情他 你现在说,就算他上高院 他最后判了八年,九年 他后面可能有几十人 那几十人叫人人三年 他自己判九年不得死啊? 不是,三至十年不等 应该是说 你同情他什么呢? 哦,你说同情我 但是你在这儿玩交地 很正经地玩交地 同情说我 说叫我吃药 所以你什么人都同情 那你这些小股民 你有没有同情过呢? 买80700给你,又没上又没下 都没下 全剖掉那些,你有没有同情呢? 是不是? 那你现在没有同情啊 你不要假扮啊 你起码没有捐二十万给我三个 就是港大女学生 另外那两位学厨师 是不是? 你没有做的嘛 你只有八九口就同情人嘛 但是你捐给七警你就有嘛 你这个人 就是最恶不群的 最偽善 最贱格 你以前 什么中金啊 什么东西啊 在香港人网的时候呢 你做什么鬼东西 逍遥游啊 不知什么叉择的节目 有空无事就说你怎么做大鱼湯人 怎样就跟着朱太尝食 他无端端开过网题 开了一间财务公司也有的 在那里 是啊 朱太太有很多钱 当然是需要你花 我花很多意思啊 很多意思啊 喜欢就告我啦 蕭若元 你这种人 一味的就是 整天在那里够说 其他人呢 就全部收了声 只有我出声 你现在出声呢 就硬撑 说同情 你要解释的嘛 解释你为什么 你捐给别人家的家属 二十万嘛 接着你儿子又不关你事 是吧 又说这些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 你河包和我儿子的河包 是不是很痛 那他确实说不是的 那我家商业公司 你有没有股权先 根本是救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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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没有的 李嘉诚 和李澤佳 会不会没有关系啊 多鸠鱼 但是你现在 你们这个家族 你现在听到 这个向氏家族 哎呀真是威猛啊 但是我不怕 你向氏家族的陈太太 去呼吁 你撲出来给二十万 接着你现在看到这些 你就说说同情他 接着又说说同情我 我敢使你同情吗 你这种 即是怎么说 即是虚伪 根本是在这儿说 你自己在台上 有空就漂白了 刘梦雄 漂白了謝偉俊 你做的那些事情 一天到黑 你都捧了 你身边的那些 全部都变成勇武派了 什么肥亨啊 林康正 整堆这些垃圾 在破坏香港社会 全部都说的 够说 有没有拘捕过啊 你这个蕭若元 你的分析 喂 你以前又说 啊 叶柳会赢 那一刻又说 曾俊怀会赢 这个是十二月九日之前 现在说一下 就是林郑会赢 你根本就没有分析能力 整天都错 一尾够说 你说 喂 你可以同情 跟着说 怎样用同情的方法 去劝这些年轻人 其实我说的 没得劝 一句说完 就是 骂他昂糕 就够了 你有什么好同情呢 那些我们就算了 说他昂糕那些 但是 你明知道 我相信 你这个混蛋 你一定比我们清楚 黄太阳梁梁 这些是什么 你很清楚 你还在那里 三番四次 涉而不舍地说 他们是很惨的 你应该跟我说 二十二三岁 二十二三岁 你这个混蛋 去年 六月 说说 清正手握 中共水侯 清正和本文前 不是结合了 你见到结合了 那就是本文前 也是中共水侯 你现在又说 说到本文前 又是狠狠的 跟错了 清正手握中共水侯 你把口说的 肖若元 我没有冤枉你的 你自己找回 我以前也剪过 不过我的片子 收藏了 算了 废若元 免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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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说清楚一句 你说过的 清正手握中共水侯 清正和本文前 不是合并了 结合了 梁天琦 那个位 选新东的 特意去endorse了梁天琴 梁 梁仲恒 分不开的 你同情些什么 有充贡水侯照 你仍然没有解释 没有解释梁天琦 为什么住二万四元阿南居 没有解释黄台仰 为什么持有二十九万 奥迪 我不会混乱两个人 你到现在都不说 不说你们两个有神秘收入 你们那些烧粉 你再看她最新消息 那些烧粉 我见到百万多 你们觉得市场上 都没有人敢说 因为 各个和梁天琦拍过照 长毛和梁天琦拍照 你叫长毛怎么说 你叫黄浩明去说吗 你叫旁边拆势台去说吗 黄浩明敢打吗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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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志全那些也是 梁岳桥抱一架 全部都是 每个都抱着梁天琦拍照 市场当然没有人敢说 阿萧去说 就说同情 有时候 老子就快点去死 我说阿萧而已 其他的长者我很尊重 我希望你 你署名长命八岁 但阿萧你 你应该快点去死 和黄浩明也是 你不死也没有用 你的人看他的东西 我可以说一句 你这样 人家在这扮磁场 你们去信 我是没什么好说的 我没钱买VIL 我不学得人家跟朱太太 女首富搵吃 大把钱去买VIL 是吗 不要说 只是很简单 我当你是多坚实的销粉都好 去到他的儿子捐钱给七警 你已经是这样 你这百万多在他捐钱之后 你看这些旧片 唉 我真的没什么好说 你那个时候就是 刚刚上个星期 判完三个月 我们怒敲尿的时候 有骂阿萧的 但是呢 刚刚那个时候 阿萧的片 出得慢一点 我们没看到 就录了 等到现在 忍了这么多日才骂 你现在刚刚又爆一单 杨日朗 判两年 那你同不同情杨日朗啊 阿萧 咦 垃圾袋 爆炸案啊 有出过最新消息 他去同情一下 扑街 我们给图大家看看 这个呢 杨日朗的猫样 那又有些图 这个是图了 另外一个真的要看的就是 他呢 是做过附警的 那为什么要看这些图呢 其实这个人呢 杨日朗的背景很鬼的 在占中的时候呢 他无端端和附警握手 和警察握手 以前 不知道我当时在做附警的前附警 我完全不知道 2014年 那么呢 他无辜辜辜 就宣布呢 占中呢 就完结 在金钟那里 那当然那些人就骂啦 然后他也有很多雪茨啦 然后他在浸会那里 他这个人呢 他发了猫癫 就试过周街追着 长毛骂啦 说长毛呢 网络23条不拉布 我也是不知道他做什么的 但是这人呢 就在 12月头 2015年的12月头 网络23条 的时候呢 他呢 他呢 就用那些噴火的器具 各样东西呢 助言的器具呢 就在立法会门口的垃圾桶呢 去做了一个爆炸 看多一次一下 那这个垃圾桶呢 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垃圾桶呢 其实在正立法会门口 立法会门口大约 那个玻璃门对出十米左右 就是最近的一绿柱前面的一个垃圾桶 就是很离谱的 去到这样呢 就要说了 那他这个爆炸又如何呢 当时没人知道哪个爆炸 但是呢 有一件事很有趣的就是说 王台仰呢 当日 即时在第二天 就在自己的Facebook说 你的记者不要来问我啊 我不知道啊 其实你的意识就是告诉别人 是我做的 接着这件事里面呢 就是 本文前的御用网媒 TMHK 我也不知道这个 这个垃圾还在吗 白影 这个白影呢 现在我不知道他讲到 派还是王教 分不清楚 原本是一个热狗来的 当然跟热狗有关系啦 这样 他说不是也好 不要跟我拗啊 一会儿跟我说 他又说 不知道在场和欧乐軒有没有吃饭 那些 没有夜思 太细节的东西是没有意思的 但是白影这个人呢 和两边用武派 无论是港独也好 还是王教也好 都是有关系的 白影就是独家 拿到片段 他的解释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刚刚走过就拍了 然后突然间有感觉 有感动 心血来刺 那你信不信呢 那就是整个故事 其实王台阳是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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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 的厚颜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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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年初一有暴动是不出奇的 很多人都不满的了 发泄 要做个先升的嘛 这个formula在2015年的6月正改通过之前 好像6月13日还是十几 MIP毫冲爆炸案 其实没有爆炸的 毫冲拘捕了一些人 全国独立港 如果正改成功通过的话 都是想引爆一些暴动 暴动的plan 在2015年的6月想着搞的 但是后来拖到2016年的2月 根本的模式是一样的 MIP 当然 当然就是毛尼拉加的了 杨日朗 应该就是一些收钱做事之情的人 如果不是正常人 不会在2016年的6月 在选举前的六四 就骂支撩会是什么武武归功啊 他用到这样去骂支撩会干什么呢 这样骂支撩会完全是黄教 黄毓民的方法 黄毓民又极力赞揚 杨日朗这个人呢 我就觉得他知情的事很少 但是他那时候 就 无端端在2016年是在做 即是他可能在爆炸案之后 去做一个 树人学生会 跟着他做学生院会长 跟着他 去做很多 攻打支联会的动作 我看到呢 他不是一个正常人 正常年轻人 所以 何需要这样去攻打支联会呢 我只是看到 这个是黄毓民的身影 物乐 那个装摆明 就完全是这些 勇武派 而这个勇武派 和本文前 又不清不楚 很明显啊 我现在用回2015年这个 先有人搞炸弹 后想搞暴动 后来暴动不了的情况 套回去 这个12月头的 垃圾桶爆炸案 和暴动的关系 这些摆明是有策划的 有神秘收入的 好像黄台一样 你为什么阿萧 你不提醒他 有神秘收入呢 你为什么不提醒他 过往的行为 如何针对泛民的温和抗争呢 我说我是最激进的 现在我要搞你的温和抗争 然后就逼得香港人很讨厌 为什么要搞这么大 为什么要搞这么乱 根本由头到尾 是有策划的行为 你阿萧 你也说同情黄台仰 梁天琦 根本他们好事多 多为 杨日朗现在蹲两年 都是和他们有关的 你同情他那些什么 你同情他那些什么 我才知道有一个疑问 你有一个疯我用的 那杨日朗究竟他给了多少钱呢 我不信他 不是 他可能做那个job 扔垃圾桶 他未必知道 烧垃圾桶 或爆垃圾桶 未必知道 要坐两年 他应该是不知道的 怎么知道这么厉重 不知道的 但是呢 他收的钱有多少呢 可能不多 因为他很底层 因为你和 我告诉你 我们为什么猜黄台仰 那个安家费勁丑呢 因为他是组织 一个组织叫本民钱 这个组织 甚至参选过 杨日朗呢 就是一个 游兵散用 可能是在学生会里 作些勾文 开些垃圾 聚会 类似类似 并不显客 但黄台仰这个人呢 我相信他是会坐的 因为这个仆街呢 他说真的 他读书一事无成 他现在叫做卖 一样东西卖给你 就是卖他的青春 到时他卖十年八年青春给你 我当你肖学员说到十年 不想给他 这个世界没有免费午餐的 屌你老母 一定保保他下半生无忧 如果不给呢 他很多晚了爆啊 很多晚了爆啊 你想想 如果你黄台仰爆 他做过什么好行为 不是 你那一句法庭听审 你听他 一句二十二岁的年轻 这么冷淡定 你就知道什么事了 我想他凡事是二十二岁了 现在是二十三四了 但是whatever 怎样都好 很清楚的 如果不是 有一块钱 在一个袋子 去订台游 那就坐就坐 我总的态度 如果不是就不会订的 我重复一次 我觉得梁天琦她不预处的 是啊 你看到她态度的 哇 你不就去法庭了 我在想 现在我们香港 给这帮人 我不理 究竟阿刚 阿杰 那些东西 很混乱 我实际不再 在这里 implement 去分析 但这批人 他们 有神秘收入 去做 工作 黄台仰 是很明显 梁天琦 都很明显 她不知做 费人士 就可以长期开车 那 车还要有 29万 奥迪 那 阿萧 你不提 嘛 你说你什么都同情 嘛 其实你说 神线 说你灯神 那种 暖够说 你和陈云有什么分别呢 你也是够说而已 我又反过来说 我同情你 我不要 不要那么偽善 对不起 我对于你阿萧 我只是觉得 你这种人 你所有东西都串 你不是李嘉诚 李嘉诚做正当生意 你是跟着朱太太 在这里做些 真是 鼠舌狗偷的行为 你不要假扮你 你已经 真是大仁大义 真是什么 绝对非暴力 我钱是大把 我志在是 搞化你们 你没有资格 你收拾了一间8078 不要骗少股东钱 我就是说你骗 告够我 白痴 另外 其实 刚刚最近 我又见到 说起 杨日朗是学生会会长 想起 港大学生会 邀请 黄毓敏 陈浩天 在这个星期 不知道 星期六还是星期日 不如这样 尤其 我刚刚见到 很多网友都想我们 说 不如我们再开一次 来说 好 先暂停 下一次一起 一起说 拜拜 下次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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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